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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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彩樺 以B亮親切的角色 讓觀眾印象深刻 鄭懷第二胎的她 生小孩竟然要先問過三太子 所以我想要碰碰的 她說 要碰碰碰 她會跟你對話來話 懷孕七個月的王彩樺 把胸部由B罩杯晉升為D罩杯 讓小S羨慕稱讚不宜一樣 到底是炸幾個炸 我已經到D了吧 本來是多少 D 怎麼可能 傅天穎 從香港鴻回台灣的玉女明星 竟然先有後婚 還倒追陳子強 聽起來是你炮她 對 聽起來是你炮她 我那時候是炮男生 我那時候是炮男生 有不少的戲劇唱片作品的傅天穎 早期的緋聞對象 竟然都是富商 笑開 康熙來了 請到兩位準媽媽 一起來分享她們的喜悅心 準備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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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來了 我今天好不習慣 為什麼很溫馨 我從來沒有跟這麼多大肚子的人 在捉獻 應該是大肚子 是嗎 會咬到舌頭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兩個孕婦 我不知道今年好像真的是 很多人懷孕耶 今年怎麼樣 大家都要搶著懷孕嗎 如果照皇帝來講 我想應該是 適合聲音樂的音樂吧 我們請教一下 這兩位即將做媽媽的人吧 我們歡迎王彩華 還有楊彩 謝謝 你們是有計劃的 還是不小心就懷了 我是有計劃的 他們都那麼大了 應該懷很久 你看得出來嗎 請問多久了 我大概七個月了 對 富天穎也是七個月 七個月了 我們今天也請了其中的一位先生來 對不對 我們歡迎陳子強 歡迎恭喜你囉 當爸爸 他不是我老公喔 他是不是我老公 他是不是我老公 還是拿摘索看看 身高有差滿多的喔 你們有像嗎 所以你好像跟王彩華 你比較像嗎 大王彩華做還差 而且你好像很適合耶 對嘛 對不對 對…你們是 你們是父母吧 我們要母子好不好 可是他不管跟誰放在一起 都是像小孩耶 對 他是娃娃臉太重 而且他旁邊 娃娃臉太… 他也是娃娃臉啊 對不對 對啦 對 其實都是 那實際年齡誰比較大 我大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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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玉姑娘 你還在動作嗎 對 我是Lulia 我身體真的是滿靈活的 我看你動作都很靈靈啊 好… 不要這樣子 不是… 那妳可以… 妳可以交互蹲跳嗎 對… 那是玉姑娘 所以扭動已經是極限了嗎 當然OK 對… 傅天穎 妳跟陳子強交往多久 我們真正的話是差不多半年 那我跟她認識有一年半 一年…快兩年了 妳的口音是哪裡的口音啊 我啊 為什麼有一點那個… 內地的腔調啊 因為我是外省人啊 那我… 我不會說台語 妳是台灣長大的嗎 對啊 妳有去香港住一段時間嗎 我有啊… 我去香港三年 所以你們等於是交往半年之內就… 有了 對 可是妳是七個月 我們是去年的十月十號 兩個在一起的 那… 那之前當然一年的朋友 對 我們當然一年多的朋友 所以 十月十號當天就… 認識當天就… 因為… 半年… 不是六個月嗎 好像已經認識年了 認識年了 認識的最後一個月就先發生了 我們是前年的… 九月認識的 然後一起拍戲 拍了… 快半年的戲 那時候我們三個都一起拍戲 對… 我們三個人一起拍的 可是妳不是已經懷孕七個月了嗎 所以啊 九月認識啊 十月那個… 陳翔就下手 不是啦 不是啦 前年的九月認識 去年的十月十號 兩個在一起 OK… 那妳還算… 沒什麼效率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 妳們這是意外的對不對 沒有 有辦計畫中的 就是說如果懷孕的話 我們就生下來跟計畫 對… 因為也有年紀了嘛這樣 但是一開始我們兩個交往是… 互恨對方不爽的 不過電影跟你沒有很搭耶 先生 真的啊 好不當喔 沒關係 你們兩個像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啊 但我覺得她… 她沒禮貌你知道嗎 我覺得她很甩啊 她很甩啊 一開始 因為她為什麼沒禮貌 她跑來問我說 她說 小姐 你是不是都在拍偶像劇啊 然後我就… 我在信裡面OS就說 拍偶像劇又怎麼樣 沒有啊 我之前在香港 我拍過電影 出過唱片 偶像劇也拍過啦 怎麼樣呢 啊 妳這樣回答 然後她覺得一定很準 沒有 這中間是有誤會 因為我們兩個… 因為她那天是這樣子 她這樣掉了 妳小心耶 妳小心耶 不是 她的靈靈就這樣掉了 狼狼就這樣子 小姐 好像屁股長筋子這樣 對呀 很煩 我就覺得這樣 叫狼狼的男孩子 然後長得瘦瘦黑黑的 後來換我這麼多幹嘛 那你幹嘛要這樣子 蠕動的跟她說話呢 沒有 那時候因為我們… 兩個男生常常這樣好不好 沒有 因為我長痔瘡 不是 有點… 那因為整部戲 我們可能 從頭到尾 我們都要搭在一起嘛 想說 試好一下嘛 那可能 口氣上有點問題啦 我只是說 請問一下 妳是那個… 副天影嗎 她說是啊 那妳之前都拍過什麼戲 那可能 我的聲音會比較低沈 會讓人家誤會說 妳好屌喔 妳是在問什麼東西 就好像嗆一下 沒有妳是要怎麼弄我口氣 所以妳當時沒有在喜歡她 就因為… 就因為問完之後 她沒有什麼反應 我就覺得 這麼巧 沒關係 絕對也對 對… 然後妳什麼時候才對她產生好感 回去想就… 好感是那個想跟她做朋友 是有一天 我那時候拍兩個月亮 中間是加了三部戲 就朱元平導演的 民視的戲 還有兩個月亮 那我連續一個禮拜都沒有睡覺 那之前那一天要拍那場戲是跳海 那大家都知道我… 我不用替身嘛 那我也答應過這次 當中說我可以不用替身 這樣子 那結果那一天到現場 我整個傻眼 因為我連續一個禮拜都沒睡覺 那一天風浪很大 很大 那我們最後要跳的時候還不夠高 把酒吧開過來 我站在酒吧上面 助跑 跳下去 那後面是那個工作人員把我拉上 因為我之前就要求說不用 不用啦 我可以啦 他們就沒有準備安全人員 所以就把我拉上來 我已經很… 心裡很糟糕了 算了算了 晚上還要回去趕迷世的戲 我就在工作上面在那邊舒適 在那邊清理這樣 風又很大 我又很冷 突然看到有一台車 很快速度 門打開就敷天衣 真強上車上車趕快上車 你幹嘛啊 我還要拍些 沒關係啊 反正大家都在等你 趕快上車趕快上車這樣子 就上車 那時候我問他太太知道說 其實我注意 那一天注意很久 你很悶 而且好像那天 如果大家都沒有理你的話 總覺得會失去一個朋友這樣子 總覺得你跳下去 會不會上不來那種感覺 他覺得你可能會死掉是不是 就是那天 精神狀況非常不好 非常的不好 那他在你上車那裡要幹嘛 就是大家一起要回去嘛 那我就…他們也要先走 因為工作人員他要收東西嘛 所以我就上他的車 他想載我先回去 沒有 那個時候車上還有別人 對 還有很多就是我年輕一輩的演員 結果 上車 不上車還好 一上車完蛋 那一天晚上工作延遲 因為他開錯 開到山上去 他以為你們兩個開你朋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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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一車上都是人 都聽 不是 一車上都是演員 就是那些年輕演員 喜歡搭我變車 對 對 所以不是只有你們兩個人 對 不是 而且我那天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他很可憐 他一個人在那邊出席 那我們那麼多年輕演員 就這樣走了 放他一個 可是你有注意到他悶 就表示你有在觀察他 因為他之前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他說 他是屬於那種年輕人 滿內斂的 很沉穩的 我有稍微注意 你很內斂啊 你哪一次還看起來 表現很內斂 他會問話的是你嗎 對 對 他是因為我 然後也有翻打跌撲 對啊 還滿厲害的 認識很多舞旁朋友 所以人家認為我會蹦蹦跳跳的 其實你也有深誠的一面 被他看穿了是不是 謝謝 所以你那時候 所以是你泡他耶 對 沒有 第一個要約是你秘出的 那時候 不是 我那時候是可憐他 我那時候是可憐他 我覺得他很可憐 這就是游蓮生愛啊 對 生出友誼之手 對 但是那一天我們認識之後 我們之後也沒有開始展開 那個談戀愛的影片 還是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這到底點是什麼 到底發生了什麼 陳子強與傅天穎交往 竟然是因為酒後賴興 他喝多了 然後他就躲到側桶裡一邊吐 就是一邊 一邊吐一邊說 然後我 你就讓我 你也載我 我很敢動 你也載我 因為你其實不準 我 你怎麼講 表白也太猛了 康熙來了 對 就是那天我生日啦 去年的時候 10月6號 你要請傅天穎嗎 他生日的時候 大家都約好了 就是大家都約好了 一起去吃飯還有唱歌 然後那天喝多了他 他喝多了 然後他就躲到廁所裡面去吐 那很多朋友都進去跟他講說 你出來啊 不要躲在這裡面 他把每一個朋友都趕出去了 就趕出去了 結果後來我就進去了 後來我進去之後 我就 我就在廁所跟他聊天 就聊著聊著 他那天好像喝醉 他好像 親你嗎還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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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們故事進展得很慢耶 所以廁所2 然後他進去聊天 就聊很久 他沒有把我趕出來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就是 聊的內容呢 就好像有表達一些愛慕的 真的啊 就一邊吐一邊說 你知不知道我 很愛你這樣子嗎 你也在我 我很感動 因為你其實不久 你表白也太猛了 好像是這樣 這種嗎 因為我 我會覺得說很感動的地方 就是我一個人支撐在台北 那朋友也不多 那要常常找李羅嗎 他又是那種酒店級的那種 李羅他不是結婚是妳的嗎 沒有 我看 有時候會去玩 那是之前的事 OK 那大家說 拍完前 對 你又在節目上有講嗎 他以前去玩 對 以前的 以前的 然後男生都會這樣 這滿正常的也還好啊 傅天穎 他一邊吐一邊跟你示愛的時候 你在幹嘛 你心中有很高興嗎 要跟著吐啊 對 對 沒有 我就蹲在旁邊聽他講 那 當然很高興啊 很高興 所以你就是 因為你也喜歡他了吧 因為其實我跟他的情愫是 從去年的五月多的時候 慢慢的開始有一點感覺 我們現在很少用情愫這個字 情愫 你還蠻鼓勵的 你還蠻鼓勵的 感覺很輕巧 你會從後面這樣斷走出來 他有同時啊 其實子強喔 他很有女人緣 他很泛桃花 我覺得他 很多女生 他從小拍戲的時候 就很多女孩子 不管老的年輕人 都很喜歡他 你呢 嗯 他當然 沒有 因為他把他當作弟弟 因為他真的很帥 然後就是也很乖 然後很有禮貌 OK 所以你們兩個人回想 那個 愛的告白的畫面 就是吐的時候在講 對不對 這還不錯啊 所以後來吐完就在一起了 沒有 我們是十月十號的時候 幹嘛一定要等國慶 怎樣 幹嘛要等國慶 一定要等國慶 一定是國家有 一定要有親自的感覺 不是 因為那天呢 十月十號我去 我好像去表演 在總統府前面 然後我表演的沒有那麼好 那天我就悶了 悶了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就跟他講說 我去表演的沒有那麼好 然後你要不要出來聊聊天 那天我訴訴苦 那我們之前是有三個好的朋友 就我啦 他還有賓家綺 那小賓他沒有空 我就約了他 約了他 他又剛剛好 他在謝 他什麼 新竹剛好油畫展展完 對 回到台北 對 然後後來 他就跟我一起出來了 然後就聊天那天 去吃完那個燒酒蝦 就 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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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還真的蠻愛喝的嘛 你們是他胃不好啊 對 很容易就突然 然後兩個月亮 一直在趕拍嘛 壓力很大 所以 所以現在這個Baby是十月十號 就是 不是 應該是十二月的時候製造的吧 十一月十五號 對 製造的 妳怎麼知道是十一月十五號 醫生講的啊 十一月十五號 那天的精子 游到妳的軟子 然後 等一下 妳是說他游了三個禮拜嗎 沒有 所以他可能是 在十一月十三號的時候 他在埋伏在角落 然後十一月十五號 就說 游泳了這樣子嗎 所以我 醫生的意思是哪一種 應該是後者吧 就是 游進去 所以你們是十一月十四 或十三的時候 發生性作為 沒有說不定我們天天啊 好驕傲喔 真的好驕傲喔 妳也好羨慕喔 老公 天天喔 為什麼 所以當時都沒有採取 避孕措施 其實我們之前在交往的時候 就有聊到 要組織家庭的這方面 以結婚生子為前提 其實我們大家族 多人多福氣嘛 那妳聽到 他跟你說他懷孕了 妳是什麼反應 我在拍戲啊 她在家啊 她懷孕了 然後後來… 我打電話給她 然後妳怎麼說 我就說 我好像懷孕了耶 她說 我剛驗好像懷孕了耶 她就想說 那回來再說 我說 妳沒有高興或什麼嗎 沒有啊就是回來 她就很穩的啊 對 妳為什麼 對 這邊再懷孕了 她聽起來好像沒有… 對 她聽起來沒有放在心上 那樣子 所以妳回去之後她有怎麼樣嗎 給妳擁抱或者是… 回去之後 沒有 因為那天晚上 她在和我媽媽跟我外婆 在吃飯啊 兩天 所以她就說等一下再說 要找個時機要跟那個媽媽還有外婆 所以她求婚 她不是跟我求婚 是跟我媽媽求婚的 妳嫁給我媽媽 所以媽媽現在跟你在交換 她小孩怎麼辦 好亂的關係喔 怎麼大家組是這樣子 她是跟我媽媽想說 妳把… 妳可不可以把妳女兒嫁給我 這樣 那媽媽很高興嗎 對啊 她就說 好啊… 妳媽媽沒有擔心她很花嗎 妳以為 我媽還蠻喜歡她的 真的喔 不會吧 子強不會很花 那妳不是說她有女人緣 可是她通常一個結束之後 才有再另外一個 她不會劈腿的 妳怎麼知道 側面了解 沒有 我年紀比她大那麼… 現在很流行姐弟戀的 我以前喜歡年紀大的 可是我怎麼突然間嫁給一個 比我小的 兩歲 我老公啊 對… 這很難講啊 妳… 妳當時聽到為什麼要表現得那麼鎮定 因為有個底了嘛 妳不高… 妳不應該狂歡說 我做爸爸了 我做爸爸 像廣告裡的男生那樣子 沒有 可能在11月13、14那幾次 就已經有感覺說可能會中 哪有人這樣記得 哪那麼厲害 可能吧 當時… 可能這個傳承到我爸的個性 妳說男生從床爬起來拿筆記本出來說 這次可能會中 這樣子 她當然不一樣 人家在那一剎她想說 欸…覺得好像… 屁咧 其實… 其實我們兩個人呢 有… 有稍微… 避孕了一下 對 然後就是那一天沒有 對… 對… 就這樣做 所以那一天… 所以這樣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很幸運啊 所以是… 可是明明就有避孕了 所以福建穎那一天拿… 針搓了一個洞嗎 沒有啊 不是… 我們不用那個… 所以是… 什麼東西啊 我懂了 我大概有點喜歡這種 我大概沒有喜歡這種 因為她們就是直接… 妳知道 先把東西先拿出來 然後再…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妳知道妳是真的嗎 不是 妳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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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 讓她出來透透氣 哈哈 不要說 不是 對不起 因為醫生說那個方法並不可靠 對 因為那個不能相信 可是因為他們不怕懷孕 所以他們就想說 如果有的話也沒關係 如果有就有 是這樣 所以很任性的一個做法 那 所以有就好 有計劃性的啦 有半計劃性 這樣半必不必真的很怪 就到底想要還是不要 你這樣小孩會有矛盾說 媽媽你到底要我還是不要我 不要必我要 他當下的那種感覺 那種氣氛啊 這激情太嚴重的時候 真的控制不住 棒一支啊 我控制不住 我控制不住 對不對 是這樣 就是看當下的那種感覺去 沒錯 我對陳翔森他有 有一個部分在想說 為什麼是在演我的戲 有沒有人在搶他的戲幹什麼 黃彩華你跟你先生第一次說 你懷孕的時候他怎麼樣 他非常開心啊 然後我那時候是因為看到 我是照超音波看到那個心跳 我就馬上掉眼淚了 我們是有計劃性的 但是不知道真的會中這樣 然後我老公就很開心 那一天我們還大 大慶祝 沒有 前一兩天兩個還 吵得不是很開心 然後有一天 那一天剛好早上我去錄那種 洗蟲天這樣有一個節目這樣 然後下午我就覺得一直都 最近都不是很順 然後我就去給醫生看 醫生說欸你好像懷孕 我說真的嗎 然後他說照超音波 然後看到那個心跳 已經看得到心跳了喔 對 你是懷孕奪女才發現 大概兩個多月 然後我就馬上就眼淚飆下來 我就打電話給我老公 我們本來吵架嘛 結果兩個就好了 所以你第一個現在多大了 欸大概快三歲了 生第一個時候 先生為什麼感覺到你很痛苦 就是你在慘叫是不是 什麼 你聽過生小孩 竟然還要先忘過三胎子 我說三胎子 我想要拍棒的 他說 他會跟你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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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這KL已經要煮人生喔 你怎麼不煮人生喔 弟弟啊 那這個小孩不好啊 他要用什麼啊 康熙來了 先第一個時候 先生為什麼感覺到你很痛苦 就是你在慘叫是不是 不是 我是沒有很慘叫 是隔壁那個很慘叫 你跟別人同時生喔 對 就是很多床在那邊啊 然後你就是說 快生出來的時候 再進那個慘房嘛 然後我老公都一直在那邊陪我啊 大家都要排在一起生喔 就沒有他有一個床一床 會隔起來 對 只有不連隔起來了 可是聽得到慘叫聲 對 所以那有沒有人會罵髒話 我還沒聽到耶 這只是喊一些啊 好痛耶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是因為我先破水嘛 然後隔壁那個護士就跟我講說 隔壁那個已經破水一天了啦 還沒生 什麼叫破水 羊水破了 羊水破了 羊水為什麼 本來是不破了嗎 還是怎樣 是一個球是不是 對 就是因為子宮裡面 他會有那個羊水 然後來保護那個小寶寶 對 然後他是 你沒聽過就羊水破的時候 因為不會聽到噗嘎 我是想知道 噗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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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爆了他不好討論 是誰發出噗嘎聲 不是 他先爆啊 他先爆一下 這樣啊 這樣我騙他了啦 羊水是在子宮裡面 對 然後他 你破水的時候就會 就會 會流出來嗎 會流出來嗎 就是有一個開關被打開了是不是 啊對 就是稍微去碰到了 比較 不是 因為你羊水如果一直流不好的 小寶寶在裡面 你不趕快刪出來是不好的 對 然後隔壁那個 還生了一天 為什麼可以生那麼久 因為他羊水流得慢 所以還可以生 慢慢拖 對 所以羊水破那一剎那是很嚇人的嗎 就是會 不會 會聽到嘩嘩嘩的聲音 當然不會 你以為泄紅啊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吧 你比如說站著的話是怎麼樣的 你突然間你會覺得 那種 就有水下來是這樣 很多的這樣 會從腿這樣子流下來嗎 當然你褲子一定會有一點 會濕的 所以是像小便沒有憋好這樣子嗎 對 然後醫生其實也不會很緊張 因為羊水破通常 可能要等幾個小時才會生 沒那麼快 可是你是破之前就在鎮痛對不對 我沒有痛 一點都不痛啊 破羊水是不會痛的 可是我說鎮痛 就是那種嬰兒要來的陣痛 不會 也沒有 都沒有 所以嬰兒在肚子裡的時候都沒有任何痛嗎 不會 那到底他們在叫什麼 誰在叫 孕婦啊 很多孕婦都會 那是陣痛啊 有的是 生的時候才會痛是不是 對 有三種狀況 一個是羊水破了 一個是落紅了 然後落紅了之後 就開始會痛啊 然後有的是直接 還有小孩子在踢吧 有時候他活動的時候在踢 踢是不會痛 你只會被他嚇一跳而已 這樣子 有時候他那個踢 有時候就像 手也會這樣伸來的腰啊 然後你那個肚皮 就會有一個好像一個拳頭 這樣子凸出來一塊 對 我有時候在演戲的時候 突然間 會想到 我騎這樣給我踢 會痛是不是 不會痛 會嚇一跳 突然間會丟一個這樣 有人在你肚子裡面搞鬼 那只有手跟腳會踢出來 不會把臉頂到那個 然後你會這樣撞 鬼胎 那鬼胎 那怎麼會這樣 我會這樣 不要叫笑媽媽 OK 不能把他先挺住 對啊 所以你是要破的話 是到羊水破了 然後推上慘毛 那一刻才開始痛嗎 有不是 因為羊水破的時候 不能 我到中 比如說我凌晨三點破羊水 然後我就進去醫院 然後我大概到 快中午十一點多的時候 我一直都沒有痛 這樣子 然後醫生就會覺得不行了 他就給我塞那種子宮頸的軟化器 因為第一胎比較不好生 就讓你的子宮頸軟化 然後到了下午兩三點 還是好像 沒什麼感覺 然後就開始打催生了 就一點都不痛啊 然後再打催生 大概 開到兩指 快兩指我就受不了 醫生 我受不了了 會痛會痛 會受不了了這樣子 然後就打無痛分娩 開到兩指是 就是他的口開到了 兩根手指 對 大概就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說我有點非常痛 我不舒服這樣 然後就打無痛分娩這樣 然後大概到隔天的凌晨 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還要熬這麼久 可是那個過程是一點都不痛的 它會延緩你 那你在幹嘛 睡覺 睡個著 累啊 又不能吃東西 你吃什麼吐什麼 對 然後到大概凌晨五點多的時候 我護士都會來看嘛 然後發現你子宮頸全開了 它就那個麻藥啊 五痛分娩那個麻藥 就開始慢慢減少了 然後就開始叫你 用力 就開始會痠 一痠你就要用力 一痠就要用力這樣 痠 對就是痠 痠 痠 會痠 會痠 會痠啊 這個腰會痠啊 然後這邊這個都會痠 然後會叫你開始用力 用力你就 因為我的胎位比較高 所以兩個護士是這樣子 把我往下壓的 要把小孩子擠到外面去 對 一直要往下壓 這樣一直慢慢慢慢慢慢 把他推下來 然後我要吸氣 然後別氣 然後他就壓下來這樣子 為什麼不直接剖腹呢 我本來是要剖腹的 妳有剖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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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去坐嗎 坐一下 坐一下 好 妳去坐 不好休閃 乖上我也累了 妳有什麼資格 沒有剖腹 其實我是想剖腹的 為什麼不剖 我很怕痛 然後我覺得自然身材會變形 屁股會變大 這樣子 真的嗎 會啊 骨盆撐開了以後 妳就會變成這樣 而且我聽說產道有可能就鬆弛 對 然後我就會怕 可是後來很多朋友都告訴我 妳千萬不要剖腹 剖腹很多後遺症 妳千萬不要 然後我還去問過神明 神明說 妳這胎 絕對不會 妳這胎 絕對不會用的剖腹 一定要自然身 妳一定要自然身 對妳 等一下妳跟神明怎麼措辭 問這個問題 神明 我說 譬如我問三太子 我說三太子 我想要打棒的 她說 不可以打棒 她會跟你對話 她會跟你對話 誰跟你對話 我會知道這件事 我就是 他就起膏不哭 先起膏 對 對 這個是雞同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問 三太子 我想要打棒 好嗎 後果不是都這樣嗎 這塊一定要煮人生 妳怎麼沒有煮人生 弟弟 還對那小孩不好 她自己自己摸晃 她在講話 記得我還沒開口 她在講話 我就是因為聽到這樣 還有很多朋友告訴我這樣子 後來 那天我回去 我洗完澡出來 我就告訴我老公說 老公 我要當一個勇敢的媽媽 她說幹嘛 我要自然身 我就這樣子啊 結果後來有發生什麼 痛苦的 比如說 纏到鬆弛啊 或者是屁股變很大嗎 屁股變很大 屁股變很大 是一定會 但是纏到鬆弛 我覺得多少會 會有一點啊 可是你不一定要 如果你跟你老公在那個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不一定是我大 搞不好你變小啦 對 你不能一類的怪女人嘛 搞不好說他太小 你會變小嗎 對不對 康永哥 男生才得中部門啊 男生才得中部門啊 所以你自己才是要婆婆還是自然 自然啊 還是要自然 那當然 自然是最好的 最好的 生產方式是最好的 對 可是不是說 那個孕婦胸圍會變很大是不是 會啊 所以你們兩個都因此而 我換了好幾個罩杯 到底會大幾個套牌 我已經到D了吧 本來是多少 B 怎麼可能 對啊 叫我兩個Cup耶 對啊 是不是肚子大啊 會把上面也撐得比較大 對啊 就開始胸部就會一直脹 就會 這樣 然後可能就是要補充一次 可是為什麼要那麼早就開始 有奶可以儲備啊 小孩還很久才要出來 老公也要喝啊 沒有 這媽媽做的事也太多了吧 為什麼管那麼多事 老公才不敢喝咧 那福天穎呢 是C到E 差不多 差不多 也是兩個Cup 差不多 因為我差不多在懷孕四個月的時候 我就去買了E-Cup 本來 本來還有一點點空間 現在已經很飽了 所以可能還要再買新的是不是 對 所以當你跟店員說 我要買E-Cup的時候 我想嘴角應該就是 我要買E-Cup 對 因為太爽了 長出了一個E-Cup 還很爽是不是 對啊E-Cup 這話就是 因為那人長不到的 因為那人只叫我買D 結果我說不對不對 我應該會長很大 你放心 然後我就挑了一個E回去 果然 沒有女生是懷孕 可是胸部沒有變化的嗎 也是有聽過這種人 我跟你講 許潔會有一天看到我 他說 蛤 你懷孕啊 彩樺 你不要因為想要胸部大 就一直懷孕啊 可是你第一次說 開車完也退回去嗎 有 有 退 退回到B喔 對啊 那這樣有什麼好高興的 就胸部大之後肚子也大 就根本沒有辦法 擠留下胸部 對啊 那你們還在那邊拽什麼 沒有 不會 女生懷孕的時候 先生還會對你 保持高度的興趣 你絕對想不到 孕婦用的韌澄文霜 居然也有這樣的妙幽 肚子還沒有大起來 就開始了嗎 對啊 他們說要先預防 對 大嬰兒將來的 會不會通常已經 好啊 已經在起跑點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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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早上就不用去拉屏 或者打肉圖 感覺 可能睡著要眼睛閉得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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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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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來了 好高 你剛剛懷孕的時候 先生還會對你 保持高度的興趣嗎 我第一胎的時候 我先生是會很好奇 他度婆嘛 孕婦啊 沒那個過啊 就會覺得很新鮮 放我這種想法 就探索的精神是不是 對 他探索了之後就了解了嗎 會覺得不能讓 盡興 對 不自己想要的 所以就減少了在懷孕期間的那個 所以這一台到現在都沒有 啊 啊 又來跳一下 會一樣 幹嘛補這一支 因為我也會怕 可是聽說陳子強都沒有放過傅天穎 真的啊 而且我要的還蠻兇的不是 沒有啦 我最近在拍一些熬夜 很少 那傅天穎 是他要啦 是誰講的 說孕婦很性感啊 什麼什麼 但是我講的 我覺得 女孩子真的是懷孕的時候 是最漂亮的 我覺得 我老公說 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他就說 女人懷孕是最美的 真的嗎 那你生完以後 繼續把肚子吃得大大的 他們還會脫 那個就會想要脫 對 那要看肚子裡面裝的是什麼 對 弄個啤酒堵出來 不行 所以你們還是有正常的發生那個嗎 關係 有啊 可是醫生說 最好不要在裡面 那個 所以醫生的建議是說 太太懷孕後 還是可以發生親密關係 對 可是 有些步驟要小心就是 對 所以任成文的問題 你們有面臨到嗎 我沒有 什麼問題 任成文啊 任成文是 就是 是因為肚子本來那麼大 然後又縮回去 就一條一條 而且摸起來還會有立體的感覺 那就很好 下次要再撐開就再開 就有皺褶備用 可是等到它稍微去之後 那皺褶會很明顯 很多孕婦看了會非常沮喪 所以就手撥回去會 對 對 就好像在鋪洗衣板 然後這樣 看看 有那個紋路這樣 可以當名片夾 把它一顆一顆夾住嗎 對 好像不錯耶 所以應該是照理說 你不要每天不斷的擦那個油嗎 像我老公就跟我講說 他很怕看到任成文 就算油也不要那麼多 有的可能整片這樣 他怎麼知道有這個東西 都知道啊 像這個都很正常 應該都小的吧 對 然後 我大概兩個多月的時候 我就開始每天擦 我就擦我的肚子這樣 擦什麼 擦用那種任成霜啊 每天擦 我一天 真的可以防啊 對 我一天大概至少擦十次 我在家裡擦完 我出去露營 我只要去上廁所 我都去擦肚子 啊 對 因為我自己 一天擦十次很費工耶 你怎麼有空一直 我只要去上廁所 我隨身攜帶小瓶的 然後我就去 很簡單啊 就擦一擦就好了 兩個月懷孕 一直維持到生下來 就一直擦一直擦 對 然後真的沒有認成文 我一點都沒有認成文 一條都沒有 真的耶 對啊 這樣看不清楚 真的一點都沒有耶 真的一點都沒有耶 對 而且你肚子好軟喔 對 感覺他在踢 感覺他在踢 沒有 你說那條線啊 我踢他有耶 我這一胎沒有 這一集要錄下來送你小孩喔 真的嗎 這是他第一次露面的那個 電視節目 對 而且你真的沒有認成文耶 對啊 所以我很高興地摸 你知道嗎 我發現你這樣子露肚子也滿好看的耶 你其實可以穿露中間的衣服啊 對 我本來想說今天要露一下肚子嘛 結果哪知道這件衣服那麼長 本來要快一把一穿好好露出來 你露不到肚子 我覺得一部露肚子還滿可愛的耶 對啊 我第一胎有拍啊 有拍那個照片 那褲子會不會滑下來 不會啊 這也滿緊的 對 所以你們有拍比較裸露 對 好好玩喔 你看我第一胎就有那條線 這一胎沒有 那副天影 你會不會拍那個大肚子的裸照 會啊 像他剛剛這樣子把肚皮露出來 你會覺得很尷尬嗎 不會啊 我也沒有認真聞 就 真的啊 所以你也是狂擦是不是 我從我知道的第一 第一天我就開始擦了 肚子還沒有大起來就開始擦啊 對 對啊 還沒有大起來何必擦呢 他們說要先預防吧 先預防 對 這樣嬰兒將來臉會繃得很緊 好啊 贏在旗袍一點啊 哇 哇 哇 以後趕快就不用去拉屏 或是打肉球才行 我可能睡到眼睛閉不清 對 自己決定的狀態 所以 也是陳子強警告你不可以有認證文嗎 沒有啊 是我自己想的 那先生很過分耶 他又不管懷孕的過程 然後又要規定不准有認證文 他到底在 他自己都沒有付出 可是不會啊 我覺得 我自己也不喜歡有認證文啊 因為瘦了之後 我們還是因為還要演藝 還要工作嘛 那以後你就不能穿比較低腰的褲子耶 不能漏肚子啊 所以自己要求也滿大的 那先生剛好 他也覺得說 也不是很喜歡 那就兩個 就剛好可以配合 OK的啊 所以陳子強覺得傅天穎 懷孕以後看起來很性感 很性感很漂亮 女孩子 傅天穎你有產前憂鬱嗎 其實我還好耶 那不過我的脾氣變得很暴躁 暴躁的程度是會被 就是只要有一點不順心就會發脾氣那種 也不是一點 我就 我變得比較愛哭吧 然後亂想 喜歡亂想 想些什麼 怕老公以後對你不好內類的嗎 也不是 就是在睡前的時候 我就常問他說 老公你愛不愛我 然後他想說 哎 你騙人 你怎麼說啊 那麼沒誠意 就忽視亂想 要不想說 你是為了小孩子 才要娶我 他說不是啊 我們不是講好了嗎 然後結果亂想亂想那種 然後想一想 然後自己翻過去就開始哭 你怎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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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研究一個解決方法 因為他每次一直問 問到最後說 有一次我拍戲回來 我就很累 我就睡覺著 他說 老公你愛不愛我 我就馬上跑到肚子裡面 我跟你講喔 爸鼻是很罵 你不要亂想喔 我就睡覺了 人家女孩子聽到說 欸 你是這樣安慰他 他就會心平氣 好貼心喔 對 在三點要醒過來 把頭貼到肚子上 就把鼻毛 到那兩層 不是這樣嗎 不是 不是 我覺得這樣比較溫馨嘛 對 都有誠意嘛 對不對 女孩子都需要 那麼一點點的誠意嘛 就是那個感覺 因為你感絕 對 講一個小時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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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沒有感覺 對 然後搞到老婆心情不好 對 如果一個小動作很貼心 他會覺得 不平了這樣 你們兩個不是還沒有結婚嗎 訂婚了 對啊 還沒結婚了 可是你們已經住一起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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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已經買了自己的房子了 是不是 對啊 都固執好了 你們幹嘛不先結婚再生小孩 我們 因為我想要等到瘦一點的時候 穿妹妹的新娘 對 這女孩子的心態 對 小朋友 要出席你們的婚禮對不對 當然啊 哇 現在都這樣啊 所以你們嬰兒保護 現在大家都這樣喔 最近這幾對都 都這樣啊 就小孩拿出行事 還都說 後天我要參加我爸跟我媽的婚禮 是這樣的嗎 還是嬰兒都軟軟的 我還在想說 我還在想說 我說你還沒跟我求婚 我才不要跟你結婚 他說等到小孩子三四歲的時候 會講話的時候 他說 他會叫小孩子去幫我成婚 你會擔心還沒有結婚這件事情 不會 其實我不急耶 我說真的 我不急啊 我覺得 我是現代的新女性 我不一定要結婚 我不一定要靠男人 而且很多女生都覺得小孩比結婚重要很多 對 真的嗎 就有了小孩之後 然後你直接就瘋 不是 別人就是傅天影生了小孩以後 就帶著小孩逃走 對 逃回蝦島 這是 不可能是有三個編劇出現 或者 生了小孩之後 結果抱著小孩要去認爸爸 就爸說 這不是我的小孩 然後就 不結了這樣 你說陳子祥不認喔 我是陳子祥不是陳世美 所以 一切就是說 到時候結不結不重要對不對 小孩比較好 我覺得很多人因為 因為小孩而結婚 兩個人又不相愛 有沒有人聽到 你的未婚夫是陳子祥而感到意外的 很多耶 很多 我也好意外喔 很多人 反應意外 他們就 打電話來啊 就說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 要不然就是碰到面 如果他在旁邊 他就會拉到旁邊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看到 嚇死我 嚇死我 真的 真的 已經有了 那時候兩三個月 對 對啊那 因為我跟他的型不太一樣 而且 好像不會搭在一起 對啊 而且我又從香港剛剛回來 怎麼都 也都不在一塊 所以 那 緣分 真的是緣分 你自己沒有覺得不搭就好了 我沒有啊 我當然沒有啊 是 人家說的 可是我 我並不覺得 對不對 那 對啊 很誠懇 你們交往要互相 對對方坦承以前的情史嗎 有時候會聊一下啦 就是 我覺得 如果以我個人 我會全部跟他講 因為我不想說到後面 我為了傷害你 我不講的話 到時候你自己察覺到 為什麼不跟我講 我會先誠實跟妳講 嗯 我很誠實我會跟妳講 你也都講嗎 我都說啊 而且我還把細節全部說出來 啊 全部那種很細節的 全部都講 對 多細節 就是 一共幾次這樣都要講出來 沒有啦 不能講細節 怎麼認識 怎麼交往 對啊 對 然後那個時候的 這一段感情 對 而且我們兩個是從好朋友 後來變成親人 所以其實本來就有在聊天 對 可是以前富天穎傳緋文的 很多是小開的 富天穎劇唱歌仔戲 沒想到居然慘遭 吳家的排擠 你要像孫姊姊一樣 出來演這本戲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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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台語都不會講 可是你沒有家族聚會時候 就是他們大概有四五十個 都會唱歌仔戲耶 你知道會不會排擠在外面 你一定要學的嗎 KTV一對就唱廣嗨 然後他們都唱歌仔戲 我打不進去那個圈子 康熙來了 很多是小開耶 我是覺得啊 因為這個問題我當然是有想過 但是我現在跟他在一起 我覺得跟他在一起 你以前我沒有參與 你的未來我們共同來打仗 你順便幫我澄清一下好不好 完全不管 不要講那麼模糊好不好 那你前親啊 所以小開是沒有的 沒有 真的沒有 那個是我 我說真的我認識很多 然後可是沒有 迪隆的兒子 迪隆的兒子是我們同公司的師弟 那我們是在有一次的時候跟他 我這可以說嗎 就把他全部講出來 好啊 可以可以 就是 不是就是 我跟公司的經紀人還有助理還有他 還有另外一個藝人 我們一起去吃火鍋 然後那個時候 火鍋料是擺在門口的旁邊 就是電動門的旁邊 那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我說 你要不要去拿個火鍋料 那 我也不知道有狗仔跟在後面了 我就跟他兩個人去拿火鍋料 明天就傳廢文 廢文 廢文 對啊 香港狗仔很厲害 我們上去香港就旁邊 就突然一個 對啊 那有一個什麼向華強的兒子 向華強的兒子 他是我香港我最好朋友向君林 也是向華強的女兒的弟弟 那向華強的兒子的女朋友 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所以那天是我們全部一起去看他爸爸的首映會 這樣子 傅天穎啊 嫁到大家族裡面去 要開始 又覺得要做媳婦嗎 就是 有啊 就感覺到那種大家族的壓力了 以後你要像孫姐姐一樣出來演歌才戲唷 好白喔 我連台語都不會講 就賣學了 很少看 聽說明 他們只會說我沒有天分 不天啊 聽說你拜見南方的家長的時候 有三位婆婆出現啊 對 對 怎麼會 怎麼會有三位婆婆 就我公公有三個老婆 太太 那我就一個正婆婆 他們都處得很好嗎 對啊 子強的媽媽是大老婆 對 對 哇 妳是大方的 妳如果是 不是大老婆的小孩會不會比較 不是 因為 我媽媽是生我們四個小孩子 我們都長大之後才有二跟三的 所以 在家族我們都是這樣 好像朋友一樣 OK 不會有後母去虐待小孩的事情沒有 那時候我們都長大 所以你叫你媽媽媽媽之外 你叫二跟三 就叫阿姨啊 就叫阿姨 就叫阿姨 對對對 那他們的小孩都叫你哥哥 強哥 強哥這樣子 強哥 那你們家有什麼規矩嗎 譬如說他嫁進去之後 要不要早上起來煮稀飯啊 好 因為之前人家有問過我爸爸 就是說 他天穎要不要跟那個我伯母一樣 以後要演歌仔戲 其實他的情形 真的有人問要不要演歌仔戲 對啊 真的有人問啊 那我爸爸就是說 其實 他的情形跟我伯母的情形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我伯母是非學不可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這種個人的事業的話 就順其自然 對 可是你們有家族聚會的時候 就是他們大概有四五十個都會唱歌仔戲 你知道會被牌子在外面嗎 沒有 你一定要學的嗎 KTV的時候你就唱廣嗨 然後他們都會唱歌仔戲 很大的混蛋 今天那個圈子 真的 沒有 我也不大會唱 我從小是學舞聲的 對唱唱我也是不大會的 真是好老公耶 如果王臺瑪現在上節目叫你跳舞 你還跳就是 我老公罵死我了 他每次都說拜託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累 幹嘛一定要上那麼多節目幹嘛 我說 我很無聊啊 我喜歡上節目 我覺得這樣很開心啊 那每次來都見到大家 我就覺得好開心喔這樣 所以不是為了什麼要賺奶粉錢那一類的 共用就好了吧 嗯 我覺得 開心比較重要 我覺得媽媽這個懷孕的時間是一定要很快樂的 嗯 看得出來兩個媽媽都很快樂 你們小孩很健康囉 嗯 8月就會有兩個寶貝出現了 好 恭喜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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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